字幕提供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千 然後這是講古的系列 我已經不知道講到哪一集了 所以我就把它定位在第20集 第二十集的一個講鼓的課程 在面對很多時候 我們為什麼會打不好鼓 為什麼鼓聲打的怪怪的 其實重點就是在那個打點的部分 打點的部分很重要 打點的部分 那我就直接翻來這個教材 來吧 基本上任何一個時候 我們在打過門啊 打鼓啊 打音樂啊 這些都是一個元素 那這些打點都影響著控制鼓棒 控棒 運棒 都很重要 但是你的練法要很多了 不是就第一個練法 就是一千零一種打法 比方說 我們的十六分音符就是啦 那 在這個課程中 十六分音符主要就是有 四種中音變化是必要練習的 然後再來就是 控制的漸強漸弱 這是超基本的 這是一定要的 我可以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你 你在打鼓的時候 你打到最輕點法是最難的嘛 就是最弱點 因為你 鼓怎麼打下去它就是 喔 比較大聲對不對 超大聲 所以說 呃 是不太好去運作鼓棒 那我們在運棒的時候 其實 你的手腕 你的手腕 要有一定的控制 還有你的手指 那都是基礎中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你怎麼用手指去帶住 這個 即將揮下去的鼓棒 我細部的話 有興趣在直接密舞 那再來就是中音的四個變化 很重要 中音的四個變化 對不對 要打到這麼熟練喔 那 那基本上 一個打點都是這樣 如果你會了這個打點 很簡單 那你要把這個打點 如何去把它使用在任何一個 音樂樂句上 音樂上 才是最重要的 齁 基本上像剛剛那樣子的 四個中音變化 你其實已經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了 那如果有興趣的 同學 我在 如果有興趣可以問我 我在跟你講 怎麼去運用 四個中音變化 這是必學的 如果你爵士鼓的歷程中 你沒有把這四個變化 初學的學好的話 基本上 嗯 是 很不OK的齁 好 那在這個單元裡 齁 在這個講鼓20的單元裡 呃 我還有歸類先練一些 呃 頓頓點點 我的狗爵是頓頓點點 只是重重輕輕的一個打點 其實這個很重要 我們在做日後的一些 節奏運用上啊 或是一些比較抒琴 或是搖滾 都可以用的 到比方說 我現在示範一下這個打點前 很重要 對他一樣也是16分音符下去在玩的 他只是在玩重音點 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 三連音 就是都是初學的 很重要 齁 三連音 齁 其實他的運用才比較好玩 齁 那我來示範一次三連音 三連音 三連音的練法 我現在玩給大家看 其實三連音很重要齁 好 這個講鼓20我不會一次講那麼多 齁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 熱窩 鼓部門的 教學系統 就是這麼的 酷 是這麼酷 謝謝 超級健康 皮膚 很sized 鱔 音樂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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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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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,它就是這麼酷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這一集的江古系列 我是鼓手小千